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卫视每周台 为您带来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理财顾问唐威来女士 唐女士您好 您好 爱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唐女士我们知道 其实在目前这个相对比较 这个不稳定的市场环境当中啊 有这个很多的人是非常担心 他们的这个退休收入 以及这个如何有效的来这个传承财富 那我想首先能不能请您 这个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啊 和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这个不确定的这个市场的 这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谢谢 现在对啊 我们最近大家都看到 前上两个星期的这个市场 股票市场震荡的很厉害 然后呢 现在是V型反弹 然后今年又是大选年 那根据历史的数据呢 从84年到2023年的 这段时间的这个 这个大选的这个时候呢 之前大选日之前 股市会震荡会震荡 大选以后应该是会往上哈 那是跟这是过去的数字 还有就是最近的这个失业率 又到了5个percent 将近5个percent 所以市场恐慌情绪 很多不安定因素 所以在这个市场的 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保护和 让我们的那个退休的这个收入 能够稳定的成长 嗯 是是 最近很多关系的问题 是是 其实我们知道 对于很多这个上班族来讲啊 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呢 都是期待想要这个快点退休啊 可是快要到这个退休的时候 可能又陆续又来了很多的烦恼啊 比如说像关于这个 目前的一些通胀的情况啊 医疗的这个看护的一些费用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也请你和我们这个分享一下呢 好的 好的 那我们辛辛苦苦工作啊 一辈子到了退休 我们终于说啊 退休可以可以去旅游 去环游世界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 但是真的到退休的时候 我们又会有面临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比方说长寿 好 我们现在都知道 在美国平均女性的年 平均年龄是87岁 那男性是83 然后呢那个我们啊 就是长寿如果我们活很久啊 那我们有没有钱啊 有没有钱可以让我们就是就是 能够够用哈 这是一个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关于这个医疗的这个行业的发达 那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活很久 但是我们的收入在哪里啊 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市场不确定 我刚才有说这个market 因为我们最近发现有蛮多的这个退休人士 还是把很多的钱放在市场里面啊 股市里面啊 有一点担心害怕哈 那另外就是啊 就是关于就是啊 就是护理啊 就是医疗照顾的护理 长期看护的费用 在在美国现在的加州 特别是加州越来越贵 每一年可以呃 五万七万 然后每一年随着这个五个percent的增长啊 所以请人看护非常昂贵啊 那我们的那个 还有就是突破膨胀 很多大家都知道现在 突破膨胀已经到了这个market高点哈 然后就是就发现说现在钱越来越不值 就是怎么讲不值钱 对不值钱 对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啊 很多就是啊 退休人士关注的问题啊 嗯 是是其实我们谈到这个退休啊 我们确实也是知道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觉得说 呃可能在退休的时候也是相对需要很多的钱 才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是不是 是是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把我们的退休的这个有限的资金哈 能够能够让他保本 啊然后最大限度的为我们工作啊 所以今天我想聊的就是关于这个年金这个话题 因为最近啊 特别是这几年来啊 最近更多 越来越多客人在想要购买年金想了解年金 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就是详细的把这个年金 这个话题可以详细的可以聊一聊啊 是是确实刚才您谈到这个年金 我们知道这个年金其实也是这个退休金收入的一种啊 那么这个近年来大家也是越多的来听说啊 这个年金以及这个各个这个年金的一些不同的种类啊 那这方面能不能请您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帮大家这个分析一下呢 啊好的 那年金的其实呢就是一种退休计划 好那他就是呃其实就是一个呃合约就是我们跟保险公司的有一个合约 我们把钱放在保险公司 然后保险公司他会呃根据那个条款会给我们就是收入 给我们退休收入 那年金呢他有分呃好几种 大概就是三种哈 啊第一种就是我们叫做啊固定利息的年金叫MIGA Multi-Year Guaranteed Annuity 那MIGA是什么呢 就是呃类似我们的呃CD啊 那CD就是我们跟银行之间的一个合约啊 但是呢CD通常就是呃 呃期限比较短一年或者两年 那MIGA呢就是呃固定利息年金的通常是三年五年和七年啊 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就保证就说OK 这个这段期限里面这个呃这个利息呃 这个是回报这是固定的啊 然后到期了以后可以拿走是这样子啊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不太懂不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CD的话呢呃除了年限短 他通常呃他都是就是就是呃利息会比较低嘛啊 那年金的话年限长一点他利息会比较高 然后年金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呃 呃就是可以做到盐税 我们叫tax defer那这个就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复利的呃 这个功能是很很强大的 就是我们叫做power of compound 所以年金的话你就可以这个钱跟你这个利息 你可以呃你这个呃税可以不用付哈 然后跟那个本金在一起就滚啊 啊这样滚所以就他的那个增长也是非常可观的 因为他这个复利的这个功能 嗯是是另外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目前这个什么样的年金是在这个市场里比较这个相对受欢迎的呢 对那年金刚才那个呃我们讲的是最简单的就是固定利息年金叫miga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呃variable annuity就是叫做浮动年金啊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index annuity叫做呃保本的指数年金 那那verable annuity呃呃浮动年金在呃呃很多年之前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他跟着股市上上下下也非常的呃exciting就是很刺激哈 然后呢股市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会赚很多钱 但是呢股市掉的时候呢他有些如果除非你有加一个呃浮加条款啊 的rider otherwise他也不会有保底的所以也是有风险的 然后浮动年金他的呃呃费用也很高通常在三个percent左右好 好那呃呃很多人对你之前买的就是说觉得说哎这个浮动年金费用有点高 特别是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那他的就是本来就不太好的收益就变得说更加的就是不好 对因为他有费用那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呃呃叫做紫速的呃紫速的呃年金啊 他是保证本金的我们叫他的特点就是保本锁利啊 保本锁利所以他是他是一个呃保险公司就是说保证他是保本的这样子对啊 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呃我们知道这个指数型的这个年金的产品 确实也是现在很多这个保险公司一直在这个推出的一项产品 那我想在针对这个产品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这个深入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特点和比较适合的人群是哪一个人群呢 好的呃紫速型紫速型的年金呢 他是他的特点是呃其他特点啊 第一他是保本锁利啊 很多朋友就会担心说哎我的这个本机会会那个就是呃 就会会减少因为他是保本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巴菲特说投资的三大要点就是保本保本保本 所以本金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我们呃进入了这个推出的这个呃时间哈 好那第二就是说他是呃他是会呃当市当市场其实我们的钱 他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账户里面回报是跟着我们选的这个 这个紫速挂钩所以我们这个紫速年金的钱不是在股市里面 不参与股市的这个这个上和下下的活动 他只是在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他的回报跟紫速 我们可以选不同的紫速挂钩然后呢有成长我们就可以锁利好 啊然后如果紫速没有成长紫速如果是负的话 那我们至少是保本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保本锁利 啊第二个他是可以拿终身收入我们说是当做一个呃呃呃 呃呃呃提款机哈就是我们越活久拿的钱就越多 那很多人就是呃我之前就看到很多在拉斯里加斯的呃呃 呃赌场也好多年呃呃老年人都在拉老虎机啊 我那个时候就很纳闷哎他们怎么那么有钱可以玩 后来才发现他们买的是年金所以他们活越久保本公司就给他们越久 呃甚至他账户里面都已经没钱了但是他这个合约就是终身收入 活越久拿越久是这样子啊 嗯他第二个特点对那第三个特点呢他年金呢他还有一个就是 他很多朋友还可以把它用作一个当作啊我们叫资产传承的这么一个工具 因为呢呃呃呃呃呃有些朋友他们他们的钱可能用不到啊 用不到这个钱啊呃有些退休金啊那个钱放到年纪里有些钱他就不动不到 然后他呢可能也没有办法买到人寿保险可以杠杆 所以有些朋友他们就会把这个钱放在买一个年金因为年金的收入账户他会增长的很快啊有些产品他的收入账户会增加到可能你十万就变成了一百万好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到某个程度可能一百万那如果我们都不去提取他的话呢我们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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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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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也是存在着很多的这个疑问 那我想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 分享一下 那么如何我们可以用这个401K的钱呢 转去这个年金 然后可以这个领取一辈子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诀窍呢 有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401K呢 很多雇主他们都会给员工做401K 那401K的钱呢 当你离开之前的雇主的时候 你可以把钱啊 就是取出来 或者就是说当你到了59岁半的时候 目前的雇主 他401K的雇主 他还是可以让你把一部分钱可以先取出来 那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叫做rollover 就是401K可以rollover到 在这个保险公司开一个这个年金账户 那它的性质就是属于401K的钱 也就是Ira的钱 那401K的钱我们都知道 是放在之前雇主里面 通常都是放在股市 基金 股票 那当时很多客人会到推出的时候会担心说 这些钱会就是万一有股市有震荡的话 他们会就是会掉很多钱 所以他们就觉得 哎我挺好 我这个钱 我可以把它转到我们说要转到 叫directrollover到保险公司开一个Ira的账户 然后呢通过购买指数年金这样的产品 那有些保险公司现在指数年金的有一些很好的 我们叫做开户红利 有32%有45%最高到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个人的钱可以一下子帮跑一个很大的一个bonus 然后呢拿钱的时候啊就是可以拿终身收入啊 拿终身收入那就是拿终身收入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有些这个产品呢你是可以拿 比如说固定的啊固定的这个这个金额的终身收入 就是说你这个钱你放进去什么时候拿 你就知道说我可以拿多少钱每一年拿到我我100岁以啊 就是人过失以后的为止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是我们叫做增长型的这个指数的这个保险 它可以收入呢会增长 只要开始拿的时候只要指数以后增长 它的收入就给更的增长 那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可以抗通过膨胀啊 其实也是不错的还是看客人的需求我们会帮客人做一些配置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本啊通过401k转去指数年金呢 它可以有红利还有保本然后参与市场成长 然后还可以拿到终身的收入啊 不管是固定型的还是增长型的所以有这么几点的好处 嗯是其实谈到年金我在这里想这个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什么样的钱是可以用来购买这个年金的呢 啊好那通常的话购买年金啊的钱可以用401k的钱购买 也可以用啊Aira的钱也可以用Ross Aira的钱啊 或者就是银行里的啊我们存的这个啊现金的钱啊都可以购买 那唯一购买就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说啊就是拿钱的时候 这些啊都是要分开的 比方说我这我的钱是401k的那就是那就是开的就是啊 Ross就是开的就是Aira account 那如果我的钱是Ross Aira 那我在在在在那个啊年金这边也要开Ross Aira的 啊所以这些钱都可以买这个啊年金 但是他们都要分开 因为拿钱的时候是不的税法就是拿钱的时候打税是不一样 所以要分开比方说如果是401k的钱啊或者Aira的钱 那买的这个年金呢以后拿钱的时候呢他的100%他都要交税啊 那如果说我们用的是Ross Aira的钱买的那这样的话呢他拿钱的时候呢以后就是100%免税都不用交税啊嗯 还有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是用银行里的钱啊买的话呢 现金的钱买的话呢那我们拿钱的时候呢我们的本金是不用交税 但是我们的政治部分还是要交税 所以有这么一些不同 对但是产品的话他都是可以买的 嗯是是那我们怎么样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年金来打造一个所谓的这个养老提款机呢 对养老提款机我们都会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说法啊 其实就是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钱可以拿一辈子啊我记得之前有一句笑话就是说啊这个最害怕的事就是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但是现在他们说最恐怖的事还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是人还活着钱用完了 对所以所以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活到100岁120岁啊 因为现在的真的是大家也比较懂得养生然后有意料把这么发达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有这么一个永续的这么一个保证的收入就很重要 所以包括年金可以配置一些不同的不同的啊类型的年金来达到我们这么一个啊 这么一个啊让自己退休可以有一个永续收入这么一个啊的目的 对是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年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实现这个资产的传承 这方面能不能请您和我们这个介绍一下呢 对啊刚才我也有提到就是年金它有很多不同产品哈 它有些产品呢它就是可以呃你的钱放进去 因为Aira的钱放进去的话呢我们到73岁有个叫RMD啊就是一定要领取啊 但是如果是Ross Aira的放的那个钱或者说我们自己现金买的这个年金 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提取它就是不用去领这个收入 那不是领收入的这个情况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就是年金里面它有 子数年金它有两个账户一个就是就是现在的现金账户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我们叫做退休收入账户 那这个收入账户里面它除了红利以外它还有一些啊 bonus 比如说它回报率呃市场回报率多少它会放150%或者250的这个这个这个市场的回报率可以放到这个收入账户那这个收入账户如果不去提它的话它会增长的非常快啊到最后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你10万就变成了100万或者80万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不去领的话呢那就留给我们的受益人那这样的话呢受益人可以通过五年可以把这个呃 收入账户的这个60万80或者100万可以提取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用10万块的这个钱啊来通过这么一个呃这么一个呃几个杠杆几倍的杠杆啊来实现传承给我们的资产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嗯是是其实最近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关于这个长期护理的这样一个福利哦那我想请教您这个长期护理的福利是不是呃会包括在这个年纪当中呢对有些呃 年纪产品里面有包括这个长期福利的这个福利什么意思比方说我到时候我提取钱的时候比方说我提两万块一年但是一旦我有只要有一身诊断书说好我已经符合了啊这个啊长期护理的这么一个啊这个要求了就我可以拿长期护理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年金有些公司他会给你如果说我之前拿的是两万块他可以给你个double给你拿四万块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消费者也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 你需要用钱嘛对吧他会给你到让你的收入就是年金的收入翻倍直到啊到呃一定的程度比方说到现金值账户里面变成零了他又会回到之前的两万是这样子啊那可能就是给你的一段时间里面可以让你的收入可以翻倍啊嗯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度过一些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帮我们度过一些难关因为很多这个资料呃就是数据呃 我们需要长期护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只是三年到五哦这样子嗯是是我们最后还剩下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再请你能不能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年金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实例呢啊对好的我们最近谈一些实例啊就是我发现好多六十多岁七十岁的客人目前还是有很多401k的钱放在故事里嗯我就为他们很害怕但是我想他们就是很非常的可能想要一些 就是股市他们就是股市他们就是股市天天涨因为之前有段时间是涨得很厉害啊大家都觉得说哇如果我的钱天天可以在这边涨这样涨的话那那该有多好呀哈那最近我们做了一些呃呃呃就是很多有些呃有些客人他他就是说哎我在这个401k里面我还有比方说很多钱那我什么时候几年以后我要用多少钱几年以后我要用多少钱几年以后我要用多少钱几年以后我要怎么用钱他们就会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 需求就会帮他配置一些不同产品因为不是一个年不是一个产品可以符合所有的人的要求还是要根据客人的要求还有年限的长短客人要一笔拿钱还是拿拿固定的还是他需要拿成长型的所以我们还是跟根据客人要求帮客人来做适合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规划啊一些规划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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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实践他们的呃目标吧对吧财务目标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 就是哪些人不适合买年纪如果你的这个钱你是要呃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你想要一次性呃买的或者你这个钱马上就要用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适合不适合年纪因为就是最好还是放在银行或者在呃就是短期不太适合因为年纪通常他都有一些我们叫做啊就罚款他都有些期限罚款期有些年纪是十年因为年纪是呃五年七年那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在这个时间里你是要 而且一笔钱的话那可能就不适合啊就是购买这个年纪对可能是三年的话就可以去买个买个就是我们说的固定年纪那如果你一两年就要一次性拿的钱那就不太适合因为他会把你锁住他希望你慢慢就是一辈子拿收入这样子所以呀还是还是收回一去还是呃根据个人的需求嗯是是今天非常感谢唐女士的这个专业分析哦同时也非常感谢过的收看我们下期通知时间再见好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